众所周知 火影中的组合最常见的除了男女C品 两男一女组合 相爱相杀的男男组合 还少不了兄弟组合 比如羽智波佑和佐助 雷影和奇拉比 这些都是出现在火影中的强大兄弟组合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 你还知道其他几对兄弟组合吗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在火影中登场的兄弟二人组合 一 日向日组和日向日差 这两个角色在火影中出现的场次不多 可能好多人都未必认识 不过他们可是雏田和宁次的父亲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都有些印象 虽然两人出生只相差了15分钟 但就是因为这15分钟 决定了他们今后在日向一族的地位 哥哥日族成为了宗家 以日向一族组长身份管理着整个家族 而身为分家的弟弟日差 则要带领分家的所有成员辅佐 并听令你宗家的一切安排 在动漫中 云影村的人为了得到日向一族的白眼 他们抓住了三岁的雏田 身为宗家的日族 第一时间将这事阻止了下来 但也导致了木叶和云影两村关系的落来 为了防止演变成战争 木叶和云影做了个交易 那就是把日族的遗体交给云影 经过日向一族内部的讨论过后 决定让分家的日差代替日族 反正兄弟两人也长得十分相似 最终分家家主日差成为替死鬼 作为儿子的宁次 也在此刻对宗家开始厌恶 而作为哥哥的日族 对这是一直心生愧疚 好在第四次人界大战时期 日族遇到了惠图转生的日差 在与他战斗的时候 日族为云影村仪式而感到抱歉 但日差表示自己早已原谅了日族和宗家的决定 也因为这样日族解开了封存多年的心结 2.左锦和信 在火影中 刚登场的左锦经常拿着一本画册 里面画的是他最爱的哥哥信 但其实他们两个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在左锦很小的时候 他就和信在团葬的根组之中完成各种秘密认为 在根组之中 左锦一直深受着比他大的信的照应 信知道左锦非常喜欢画画 所以买了本素描本给他 从此左锦则把他当成了亲哥哥一样 兄弟二人开始相依为命 但左锦不知道的是 信其实患有非常严重的疾病 但信怕左锦担心而一直隐瞒 直到团葬设定的内部测试中 被分到一组的左锦和信不得不开展生死决斗 而信身患重病 在这场战斗中故意露出了破绽 让左锦获得了圣满 在临死之前 信告诉左锦 要忘掉自己的感情 成为一个毫无感情的杀手 因为这样 左锦才能更好地在根组之存活 从此以后 左锦就变得像一个不会表达感情的冰冷机器 为团葬一直卖命 而信给他的那本素描本 则画上他想象中 自己与信的美好画面 并作为宝物一直随身携带着 直到遇到了第七般的名人 左锦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信的身影 他才决定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感情 在第四次忍戒大战中 左锦与惠图转生的信再次相遇 不过此时 信的身体则成为了迪达拉的炸弹素体 这让左锦非常愤怒 直到信看到左锦掉在地上的画册时 他的意识才开始占据上风 并摆脱了惠图转生的控制 在离别之际 信也对左锦表示感谢 左锦也因为信的离开露出了少有的感情 三 鬼灯满月和鬼灯水月 两人都同属于雾影村的鬼灯艺组 鬼灯的地位就和木叶的日向一样出名 两人都可以使用一种将自己身体液化的水盾术 身为哥哥的鬼灯满月 则是雾影村的第二批忍刀器人种 拥有忍刀双刀屏幕碟 虽然他是该忍刀的使用者 但对于其他六把忍刀 鬼灯他也可以轻松掌握 在镇之书对他的评价是 把七把刀全部当成是自己的猎物 被忍刀所爱着的神头 因为哥哥具有强大的控刀能力 所以身为弟弟的水月则以满月为目标 虽然他们的设定看起来很强 不过兄弟两人在火影中的命运并不理想 哥哥满月在动漫中已经领了电档 而水月则幸运一点 因为左锦捡回了一条命 为了复兴忍刀七人种的名号 在被左铸从大蛇丸手里救出后 水月加入了左铸的鹰小队开始收集七把忍刀 并在左铸的帮助下 他成为了第三个斩首大刀的使用者 而在四战结束之后 鬼月并没有回到乌影村成为一名忍刀七人种 而是在大蛇丸的手下打扎 并和相邻 宠武两人成为耍宝三人组 4.爱和奇拉比 这两人其实和左锦女性一样 并非血缘关系的亲兄弟 而爱也只是称号 在云影村中 历代最强的人者在成为雷影时都会赋予爱的称号 而被赋予笔的人者则要成为雷影的户 但在第四代雷影时期则比较特殊 爱和奇拉比在没有得到名号之前早已认识 身为八伟人助力的奇拉比 在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受到了爱的招呼 两人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 并靠着这股羁绊成功使出绝牛雷里热刀 成为新一代的雷影爱和比 而在第三次人界大战中 爱凭借着自身强大的雷顿查克拉 被大家称为蓝色赏 身为八伟人助力的奇拉比就更不用说了 两人的配合可以说威震整个人界 在忍战结束后 出于对奇拉比的保护 爱一直把奇拉比限制在云影村里 只要奇拉比不做什么触隔的事情 爱度允许 但偏偏奇拉比就是要在爱的愤怒边缘上疯狂事态 不是在云影村中强迫小弟卖自己的rap人条 就是坑他的老哥爱的名声 还当着他老哥的面具调戏火影钢手 并且在爱最需要他的时候 奇拉比基本上都不在身边 可以说爱对奇拉比是又爱又恨 五 宇智波佑和宇智波佐助 一说到宇智波异族的两兄弟 那么肯定是宇智波佑和宇智波佐助两人 毕竟这两兄弟可给木叶带来了不小的撼动 原本一开始 宇智波异族决定要对木叶发起证明 而在木叶暗部和宇智波异族两边来回跑的 又最终选择了站在木叶这边 事实证明 佑的决定是对的 拥有血轮眼的宇智波异族全部加起来 都打不过宇智波佑一个小屁孩 这么迅咖还想去灭木叶 最终又在一夜之间灭掉了所有宇智波异服 在灭掉了整个宇智波异服后 又则受到木叶的下一步指示 加入了小组织便开始了摸鱼生 虽然佐助在这场屠杀中活了下来 但不明真相的他却把又当成了仇人 为了报仇 他不惜离开木叶 成为大蛇丸试验品来得到强大的力量 不过每次兄弟两人对战时 又全程都在放水 最后还成为了佐助的金面包 让他的血轮眼得到的进化变成了万花筒 当然这还不算晚 在临死之前 又还不忘给佐助一顿心灵倒机 这也导致佐助之后在反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第四次忍戒大战时期 惠途转生后的又与佐助再次相遇 兄弟两人首次真正合作 对抗拥有仙人模式的钥匙都 最终又用医鞋纳美和幻术控制钥匙都解除惠途转生术 在与佐助分别之时 他将当年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佐助 消失之后佐助也踏上了喜白之路 六 宇治波班和宇治波全奈 除了又和佐助 宇治波一族还有着宇治波班和宇治波全奈这两兄弟 可又与佐助不同 在忍者初期时期 宇治波班从身为组长的父亲宇治波田倒内接手组长一职 而身为弟弟的全奈则一只夫走的断 兄弟两人就这样带领着整个宇治波一族与牵手一族开始宿命对击 在两族交战中 身为弟弟的宇治波全奈死在了飞奸的手下 因此好多人都认为全奈的实力非常差 但事实并非如此 青年时期的全奈已经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 要知道在活影中 能开启万花筒血轮眼的宇治波一族根本没有几个 而除了万花筒外 无论是剑术还是实战经验 在整个宇治波一族中估计除了班外 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之所以输给飞奸也是因为对方使出了专门应付血轮眼的顺移之术飞雷神 如果当初宇治波全奈要是知道了有关飞雷神的情报的话 那么飞奸未必能这么轻松地杀死他 至于宇治波般 相信不用我说 大家都对他非常了解 这个前妻就能和被誉为忍者之神的牵手逐渐打得五五开的男人 掌握了血轮眼 最终成为实伪人助力 也是在活影中唯一一个从绘图转生术中做到真正复活的 仅凭一人之力 就可以对抗整个忍者联军 是活影中继大统木灰业机后最强的反派 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不惜利用盖土下了一盘大气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就算他千算万算 最终还是成为了黑绝的妻子 七 千手逐渐与千手飞奸 前面说完了宇治波般和宇治波全奈 那么下面肯定要说说千手逐渐和飞奸 作为千手一族领袖以及阿修罗转世的千手逐渐 凭借自己强大的查克拉忍述为千手一族带来赫赫战功 因此也被大家成为忍者之神 而作为死敌的宇治波般对他本人也非常尊重 毕竟两人在成为一族之长前 就是一对十分要好的好基友 但最后因为两族之间的恶劣关系 祝奸和班不得不被迫成为敌对关系 最终祝奸打败了班但没有杀掉他 而是向他发出邀请 班也被祝奸的诚意打过 带着宇治波一族与千手一族和解 建立了牧业村 虽然说牧业是千手和宇治波一族和解的象征 但真正为牧业带来改变的还得是弟弟飞奸 在牧业建立起来后 祝奸成为了火影 但他对于事务方面的处理能力基本为力 所以飞奸则替驻奸扛起了一切 在牧业建立初期 飞奸建立了忍者学校 忍者等级制度 暗部 甚至是关于宇治波一族的安抚工作也是他完成的 虽然在战斗方面他不如驻奸 但他却开发了像飞雷神 多重影分身之术这样的外挂忍术 不过要说最牛的还得是绘土转生术 这个术可以说是衔接了火影主线的关键 因此他则被大家称为忍术之神 驻奸的勇配和上飞奸的智 这对志勇双拳兄弟组合出现在当时的人界可以说是天下无敌 因为他们两个 让五大人国都开始妥协并直接签订了和平协议 八 金角和银角 金角银角这对兄弟拥有六道仙人的血脉 能使用六道忍剧 因此被称为云中的两道光芒 在与九尾一战时 两人都被九尾吞入肚中 只见两人直接啃起了九尾的血肉 疼得九尾把他们吐了出来 兄弟两人这才从九尾口中死里逃生 并得到了九尾查克拉的力量 因为拥有了六道忍剧和九尾查克拉的加持 金角银角开始变得目中无人起来 而在第一次人界大战中 金角银角在雷影和火影的结盟仪式上发动正变 最终雷影和火影都在这场结盟仪式中丧人 作为凶手的金角银角则成为了云影村最凶恶的对方 九 英陀罗与阿修罗 两人都是六道仙人的儿子 身为哥哥的英陀罗从小就对查克拉有着独特的人 后面还发明了结印来领导体内的查克拉的那么方便 并把他交给忍宗的所有人 任何问题在他面前都能迎刃而解 对待弟弟阿修罗也是疼爱有加 但后期因为开启了血轮眼 导致他被黑绝利用 为了追求血轮眼更强的力量 英陀罗的性格发生改变 并渐渐与忍宗成为敌对关系 而身为弟弟的阿修罗 一开始只是个忍道白痴 但好在他继承了六道仙人强大的身体素质和能力 在六道仙人的教导下 他也慢慢成为一名强者 和英陀罗用拳头说话的理念不同 而在六道仙人选择继承人对兄弟两人派发任务时 因为看到阿修罗在完成任务的同时 还得到了百姓认识 于是将忍宗的位子交给了他 但六道仙人的决定也导致了英陀罗的叛逆 最终英陀罗和阿修罗这两兄弟陷入了互斗的命运 就算是死后转世为班和驻舰 佐诸和明人 他们两人的宿命之战也从未停止 十 羽依和羽村 大统木羽依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六道仙人 而羽村则是他的弟弟 两人都是大统木灰叶姬的儿子 拥有纯正的大统木血统 哥哥羽依天赋异禀擅长忍术 而弟弟则主要继承白眼擅长体术 因为发现了母亲灰叶姬与神术的真相后 两人便开始对灰叶姬的行为开始进行抗议 在这期间 羽依跟着蛤蟆仙人学得了仙术 并在解除被灰叶姬控制的羽村时 开启了万花筒和轮回眼 最终兄弟两人合力使用地暴天星 将灰叶姬彻底封印 在那之后 羽依留在了地球 将时尾的查克拉化成了九只尾兽 并给他们找到了合适的住所 在重建家园时 随着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 羽依便建立了忍宗 还将查克拉的使用方法教给他们 因此他也被大家称为六道仙人 同时羽依也是牵手和羽智国一族的祖先 而身为弟弟羽村 为了防止母亲灰叶姬挫封印 决定前往月球看守外道魔像 在剧场版中登场的大同牧射人 就是他的后导 当然在地球上他也留了一部分 这些人就是木业最强的日向一族 好了关于火影中那些登场的兄弟 组合我们就讲到这里 以上十组你最喜欢哪队